川普最近黑色星期五 大禮包 选前官司纏身 选后当选就脱身 因为美国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 叫Jack Smith 他现在说不能起诉 现任总统 撤销官员 比如说川普带走GP文件 2020年总统大选后 煽动国会三暴动案 等等的联邦的刑事起诉 另外州城级的方面 虽然联邦政府不能管辖 可是一样以同样的理由 就是暂停审理 比如说对成人女星的封口费 还有像是乔治亚州 已经在上述打 就是一样 上述已经在今年6月 也是推迟了总统大选 结果的审理 还有一个是 5月他虽然知道 纽约的陪审团定罪有罪 但是纽约州的最高反应也怂了 现在也是无限期延后裁定量刑 并同意川普律师提出了 撤销此案的要求 所以尽管 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 被陪审团定有罪的 因为大家知道英美法系 法官是负责量刑 陪审团负责决有罪 是由陪审团来决定 对 有无罪 他就法官是 你觉得有罪 然后法官决定要用多少的刑期 就根据他这个罪 根据相关的 那你陪审团说好不好 大家说好 可是法官会择日 有时候会当场审 当场宣 有时候会择日宣 这次本来是说11月26号了 但是后来就没有宣布了 无限期推迟 我想没人敢了 因为川普已经唱一下 就是要来报仇的 虽然原本的司法部长 内定司法部长 盖茲 下台 不是下台 退出他的提名 对 退出提名 但他新选上来这个女生 这个也是佛座检查总统 这个也是MAGA 只是没有那么MAGA而已 就是那个GAS太夸张了一点 那老师你怎么看 就是说川普现在看起来 无罪一身轻 当时就是川普在选举前 就是有四项控诉 有四个案子 然后总共被判了91项重罪 但是其中有两项是联邦的 有两项是州的 我们刚刚讲的 刚刚一休讲的这个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叫这个Jack Smith 川普其实已经跟他放话了 他说他就任之后 两秒钟要开除他 但是他 这个听说Jack Smith也说 他会在1月20号之前 就自行 自行 其实就走了 那主要是说 其实大家知道吗 在台湾我们常常讲说 有这个总统 有这个刑事豁免权 对不对 我们有讲除了外坏 内论外坏 美国宪法 其实根本没有规定 所以之前大家就想说 那川普万一在就职前被判刑 然后入狱 那怎么办 他还能不能就职 不过那当时的说法是 可以在监狱里面就职 对 那但是说 然后再特色自己就好了 对 美国宗能不能特色自己 但是州不能特色 美国宗不可以特色自己 他一定是 这个是一个疑问 到底能不能特色自己 也是一个疑问 是有疑问 我看美国法界是说 有很大的疑问 不过但是你将最高法院判决 他还是可以的 这个要有人打官司 所以有人说他可以怎么样 就是说他先就职 监狱就职 然后辞掉 就辞职 然后让副总统继任 就是谁 范斯 范斯继任 范斯再去提名川普当他的副总统 范斯再特色川普 然后再提名川普为他的副总统 只要经过参众议院 二分之一多数同意 就可以就职 那就职之后 范斯再辞职 然后川普就会变成 没有罪的总统 这是之前 大家帮他想的一个方法 那只是说这次 这个Jack Smith 因为没有发生过 就是总统结果是被判刑的 中文被判刑的 就是 范斯继任 尤士来第一个 对 所以他这个司法部 他说司法部不起诉现任总统 所以就两个联邦的罪拉掉了 那这个乔治亚州跟纽约 纽约是封口费 就是那种 跟成人女星 过去可能有一腿 然后后来 因为要选2016年的中文大选 怕说这个女星出来讲话 所以大家付了一些他钱 但是看出来川普可能也没那么大方 他不是拿他自己的钱 他是拿公司的帐去做给这个女星的封口费 就后来公司的帐 后来公司的帐被拉出来说不实报帐 所以这个东西有人说 为什么会变重罪 就是说 因为目的是希望能够不要影响选举 对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纽约这个 反正当时外界是认为说 最有可能是在选前有定验的 确实也判刑 但是只不晓 有定罪但是没有判刑 因为反正是11月26号 可是现在纽约的这个法院说 就无限期延迟了 而且同意川普说 你只要提律师 你只要提案 这个把它dismiss掉 我们也可以接受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川普在未来四年 官司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对 那只是说他卸任之后 可能还会重启了 还会重启 那只是说 我觉得也看得出来 一个东西就是说 司法在政治上面 恐怕即便在美国 还是有一些妥协 但是他的妥协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不见 就是说四年之后我再追究 可是因为四年之内 变数其实很多 变数其实很多 最后有人可能身中七枪被自杀 背后被开七枪是自杀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在看川普说 他2.0回来之后 究竟他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他最近其实还很凶啊 我以为他会先对中国大陆开刀 开得比较重 没想到他是先对加拿大跟墨西哥 所以他要科25%的关税 没错 这个很重要 这个墨西哥的关税问题 来导播帮我们带一张这张图 这个是 华尔街日报 对 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一个 关于就是说进口的一个总额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墨西哥其实是最大进口额 然后在加拿大 然后中国 墨西哥是 这算什么颜色 是水蓝色吗 最上面那个应该是这个 对啊 最上面 这算什么颜色 这应该算灰色吧 是灰色 这算灰色 那中间红色是加拿大 中间红是加拿大 下面是中国大陆 对 土黄色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 它的总额在上升 但比例在下降 比例在下降 对 那因为其他成长很快 那还有一个转移的问题 比如说工厂移到墨西哥等等的 那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你墨西哥跟加拿大 不解决毒品问题 墨西哥不解决移民问题 那我就搞你 其实全世界这个 有几个区域经济整合 北美的区域经济整合 是这个量最大的 然后再来才是那个 叫什么 RCEP 没有 RCEP是应该是到第三 RCEP是第二个 第三个CPTPP 对 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第一时间 他其实真的是看起来 川普应该是针对 真的是针对很实际的部分 因为既然加拿大跟墨西哥 对美国进口的部分 占的比重如此之高 他又从这个地方下手 然后对中国大陆 目前只要求10% 意思是说 看着办 我现在给你最 然后他是在加增10 对 加增10 因为他每一项顺利也不太一样 对 加增10 但这就是看着办的意思 以后如果我们谈得好 那可能会到恢复常态 谈不好我们继续往上走 那我是觉得像墨西哥的部分 也当时川普1.0的时候 也是希望透过这个 这个关税的部分 加收关税的部分 去盖他的川普墙 但墨西哥总统就不要啊 所以后来川普才下达这个紧急命令 然后用这个国防费用去盖 这个川普墙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他先出手 我觉得其实也是这个 用意就是说 那未来非法移民的部分 就是我们谈判的标的之一 如果你很好配合 这些东西都还好讲 你不配合 反正我现在不只是针对墨西哥你一个 我是针对我所有的贸易伙伴 轻重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看得出来 川普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我觉得我观察他1.0的时候 就是说他真的是说到做到的人 他做到 他去尝试到不可以为止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操制在他 比如说国会要通过预算 国会通过法律要授权 这个部分做不了 那没办法 那只能这样子 那他就是看用其他的 比如说行政命令 或者是紧急命令 那他就是真的会去执行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严重看待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观察是这样 就是说川普上来在全世界代表什么意思呢 最近不是他的死对头梅克尔又出来了 梅克尔在70岁了 其实他以论上他退休之后 他其实没什么出来 最近为什么出来 因为德国状况是糟到不能再糟 那德国下一任 不管是联盟党的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党首 或者是现在声势越越高的 另类选择党 人称这个女版希特勒现代版 那个也真的这个老姐是非常会讲话 那不管是谁 你看德国都右转 德国是整个欧洲里面最难右转的国家 因为他们有最深刻的教训 可是很明显 然后德国打着左转旗号上台的右转 也有他们极左翼政党 现在也是蓬勃而发 这是什么公平与正义党 还是什么的 一年而已就已经6%来7%的 就超过了这个红绿灯那个里面 那个红色的自由民主党 所以我自己看是这样 全球的这个所谓的第一世界西方国家 就在右转 保护主义 因为其实德国之前也是在欧洲 有碰到就是移民的问题 那德国那时候其实撑住了 但是我觉得内部还是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 那这些移民怎么办 这些非法移民怎么办 其实大家都碰到这个问题了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